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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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小叔叔的穿着打扮不像是一般人家的人 他是 是什么 你和老四终于成了夫妻了 也算是一件好事 恭喜 恭喜你们了 王爷说的 可是真心话 是真的 真的 除此之外 我还想跟你说 我对不起老四 也对不起你 王爷说的 是真心话 好 你叫我生小叔叔好吗 你叫我生小叔 你叫我生小叔 你看我生小叔 我是想小叔 我生小叔 你叫我生小孩 我生小孩 我叫你生小孩 慧如 谢谢你小叔叔 真的谢谢你 我对不起你 你反而说谢谢我 慧如 我前后都想过了 我要你和老四 体体面面的在一起 体体面面的成亲 就算皇上不准你们的婚事 我死也要替你们争 你看这样好不好 咱们先往回走 到了临近京城的时候 我去请旨 如果皇上不准的话 那你们就到我的梁庄去 你看怎么样 小叔叔 您替我和四阿哥 大祥子亲 是我犯的错 现在能为你们做点事情 我心里舒服 爱人 邓死 皇上 你再自己带走 我 希望你能保障 你能保障 威从来 思维 你能保障 所以你一定很恨我 我懂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恨你 可是慢慢的 我不但不恨你 我还理解你 体谅你了 别说了 你不要再说这种话来折磨我了 这是真话 小叔叔 我告诉你 我和四阿哥从来没有男女之私即便到了这儿 我们也没有 为什么 我做梦都想和四阿哥成为夫妻 要是 和四阿哥 崇尚 千亿 你中国人 和四阿哥 做梦都不愧 看着何分 你还真是 我一个慧儒 实在不能把他据为己有 我不能 四阿哥应该是天下人的 应该是大有作为的 这一点 还是我来这儿之后 才慢慢想明白的 你不必说了 小叔叔 你既然前面那么对不起 你既然前面那么对不起 那现在就帮我一个忙好吗 你说 你们都别心烦 我想大伙都饿了吧 我们老林口去给你们弄点吃的了 走 我们还不出来 真是的 嬴春 你去搬个蹲子来 让小叔叔坐下 慧儒你别忙了 你也坐吧 慧儒 你叫他 我自然叫他小叔叔 你没听见 小叔叔也叫我慧儒了 小叔叔 小叔叔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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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四二哥怎么那么乐呀 没法子不乐 王爷叫了慧如姐的名字了 慧如姐也叫了王爷小叔叔了 那不就是说皇上家已经承认了慧如姐和四二哥了 真有这样的事 是啊 等他们成了 那咱俩是不是 那是自然的事了 走 走 我来 好了 王爷 你也不必跟我行礼了 跟四二哥见礼吧 四二哥 赤礼 我真的很想你啊 四二哥 您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很好啊 你看看 我有什么不好 慧如小姐 我妹妹可想死你了 哦 她还让我带了些衣服来 冬儿 她好吗 还好 二爷 二爷 你来了 蓝珠子 你倒显得精神了 嗯 银春 二爷 你还好吗 我自然是好 我好不好 有什么关系 行了 吃礼 进屋吧 来 走 慧如姐 来的车可是上书房的朱师傅 我是 请问你是 下官奉命在此迎候朱大人 这里离齐家窝棚还有多远 有两天的路程 那就麻烦你给换换马 然后带上些干粮 我还要急着赶路呢 在下已准备了一桌酒席 想给朱师傅接风洗尘 那就不必了 快准备吧 朱大人有件事 此地往前是半山路 崎岖不平很是危险 夜路很少有人赶走 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给准备几盏灯咯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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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 我在这陪四阿哥两天 等你把旨意请回来 我再和老四一起走 是王爷 我知道 我立刻回去 请乐旨 我马上就回来 那上路吧 好 请 老四 我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了 此地山清林密 倒是别有一番情趣 是啊 山上的叶子也快红了 到时候 真不知道是不是满山都是红色 那才真是好看 好啊 老仨 前面坐坐吧 走 朱大人 咱们还是歇歇吧 不能歇 这两天的路咱们走了三天啊 这路不好走啊 好走不好走咱们都得快走 得到了前边找个进山的向导 这里真可谓是山高林密啊 这些是不是草药啊 对 这里有很多种草药 特别是这种草药此地盛产 小叔叔 天凉下来了 咱们赶紧回去吧 好 走吧 快 帮我这菜 快点 去 你们可算回来了 都该吃晚饭了 我还念叨着呢 怎么还不回来 晚饭吃什么 还应问 全是好东西 我们带好吃的来了 慧如 别老在屋里待着了 出来走一走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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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哪儿去了 不是跟你们走了吗 没有 没跟我们走啊 我以为他跟你们走了呢 老四 慧如 慧如 能到哪儿去啊 这么晚了 她能去哪儿呢 赶紧找啊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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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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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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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姐 慧如 慧如姐 慧如姐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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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找到没有 没有 慧如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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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 大哥没有啊 没有 没有啊 慧如 慧如姐 慧如姐 慧如 慧如姐 别找了 去那边 我去那边 慧如 慧如 慧如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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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 慧如 爷 爷 您没事吧 没事 您别管我 来 别管我 爷 朱大人 还是给您估辆车吧 您这两天太劳累了 不必了 不必了 老四 你干嘛去 爷 不行 我得找慧如去 这么大的林子 你往哪儿找 找不到 我就不走 老四你回来 爷 爹 别管我 您回去 爹 别拉了 老四 要找 你养住了 心里再找 懂吗 懂吗 南柱子 是 扶起萨克 爷 爷 快起 快点 你 好好 朕 臣叩见皇上 免礼了 怎么样 好啊 老四真的找着了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老四他还不肯回来 皇上 臣愿意去把四阿哥领回来 好啊 不用了 有朱新仁和允毕在那陪着他呢 可是皇上 这马上就要到冬天了 京城已经有了凉意 那关外还不快下雪了 是啊 叫人来泥址吧 让地方官预备替他过冬 皇上 那 由着他吧 是 是 四阿高 还是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不回去 可是慧如 必定是回不来了 为什么 你看看 苏珊的人找到的 我问过英春了 说这是慧如她 母后 我不走 你们都走 你们都回去 我一个人留下 四哥 朱师傅 还是我留下来陪四阿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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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要走 慧如就是不想联练你 就是不想你一辈子在这山里面 王爷 外面那些人在干什么呢 是我找的人 他们在搭帐 我留下来陪三阿高 他什么时候走 我什么时候走 他不走 我也不走 她的事 我留下厌 我 hacer 我忑惊 你 我与你 你 你 我 你 有心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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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每出戏剧都会落幕 谁在乎 思念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停以后 尘归尘土归土 若不能朝朝暮暮 又何必铭心刻骨 倒不如把这段过程 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澈断粗 和你相遇始终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愿化作一滴蕾蛛 落在你心中变成美丽 因不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停 爷 四二哥 您就听蓝珠子说一说吧 蓝珠子 有话快说 爷 我跟您说点事 算了 累了 你也歇着吧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老四啊 这离京城越来越近了 想必蓝珠子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 你暂且听他说说吧 四二哥 你还是听听蓝珠子想说什么吧 蓝珠子 你想说什么 爷 我想跟您说 咱们不能这么进京城去啊 你想劝我乐呵呵的进京城 爷 道理我是说不过您 可是您想想 慧如姐 再怎么了也好 您毕竟还有皇上 还有贵妃娘娘呢 蓝珠子 我笑不出来 您不必笑 可是 您至少 那把胡子挂了吧 爷 我懂 您这叫叙叙明智 找不到慧如姐 您就不剃胡子 可是 您想过没有 皇上 贵妃娘娘 如果看到您这样 他们会觉得 您精神 颓唐落魄 他们看了 该多难受啊 就是为了他们想 您也不能 行了 您收拾收拾 这总行了吧 是小叔叔的主意吧 老四啊 老四 这是我的主意 就当我也求你了 蓝珠子 好 快去准备吧 哎 万世爷 沙哥就快到了 万世爷 起驾 快 快走 快点 起驾 不必行礼了 跟朕一块去接老四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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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千里眼过来 快拿千里眼 快拿万世爷的千里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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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ا 千里眼还没拿来 快了 来啦 来啦 万事与人 刘二哥 你干什么去 我四哥回来了 咱们还不去迎接我四哥 天主 咱们走吧 对 走吧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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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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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二 留心脚底下 四哥回来了 好 瞧妹妹乐的 走 慧如 慧如 四哥回来了 顿儿 我真为你高兴 你又来了 本来就是嘛 你说四哥回来了 最应该高兴的就是你 是不是 你怎么这么说 好 我这个人哪 有一万个毛病 就是有一个不做假的优点 醒了 他回来了 我也就放心了 好了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 我可不跟你学什么绣花了 药食都治不好的毛病 靠绣花就能养好啊 又费眼睛又费神的 那就让他们都瘦了吧 我是开玩笑的 我是开玩笑的 有这么个活气在手 日子总会好过一些 明春 慧如的药都服了吗 大姑 全都服了 可是 明春 你给我出来 到底怎么了 你什么 对 你们几个吃 姐姐您也尝尝 好 四哥你看看他 他想死你了 这么多好吃的 走 老四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让你皇阿玛多操心 这也不能都怪老四 好了 不说这事了 老四既然回来了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 老四 你赶快吃点东西 今天晚上 就住在养薰店吧 是 儿子听皇阿玛的 今天就到这吧 老四累了 待会儿再说 一会儿话就散了吧 嗯 老四 来来来 来 老四啊 把胡子刮了吧 再洗个澡 是 来啊 伺候四哥替须 喳 老四 老四 今天晚上就别走了 在这儿陪朕说说话 嗯 是 花阿玛 来 那个 帝上来 帝上来 哎 哎 哎 老五 你干嘛去啊 怎么着 这都是谁啊 拍马屁都隔不了一宿啊 点着灯笼瞎走什么 哎 把那红的拿过来 哎 哎 混蛋 没事儿往我房一架挂什么灯笼 下 都给我摘下来 快快下 快摘下来 胡阿哥 这是皇上的旨意 说是今天宫中能悬灯之处都挂红灯 已是喜庆之意 哎 老五 平常这些事都是我干 今儿怎么换成你了 走走跟我回去 老五 你给我坐下 你给我坐下 太放肆了 老五 这是皇阿玛的旨意 三哥 我真是被切死了 他居然还能回来 好啊 各位阿哥 我这节就讲到这里 啊 他居然还能回来 他居然还能回来 好啊 下面的题目请朱师傅给 万岁爷到尚书房 儿子愿给皇上请安 免礼 平身吧 谢皇阿玛 坐吧 谢皇阿玛 继续开课吧 儿子 恭送 恭送啊 皇上 朱师傅的事怎么样了 臣还在等皇上的旨意 朱心仁仁厚 天体刚精明 朕一个都舍不得 可是两个难免在斗 这样吧 就让梁师傅做总师傅 朱田二人一左一右 这总行了吧 皇上 这 这 这忘了使不得 这个 尚书房成了这个样子 朕不能再允许他出事了 朕也不能天天在这藏书楼里 办理国家大事啊 臣就去办 好 你就你旨吧 臣领旨 王爷请 有旨意 臣接 免了 是口语 尚语过阵子就下来了 梁师傅 请你回尚书房 当总师傅 我不去 梁师傅 你不是很喜欢四阿哥 也很乐意回尚书房吗 让我回尚书房可以 那除非 让田体刚滚蛋 让田体刚走 是 这未免太刻薄了吧 虽然刻薄 可是向来大臣任免 都出自圣菜 更何况尚书房是皇家私塾 皇上想怎么做 自然可以怎么做 谢谢 视线渐渐恍惚 心里绝问清楚 身边灯影依旧 花飞黄无飞舞 有谁知情为何无 纵交人憾心如苦 每出戏剧都会落幕 谁在乎 思念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停以后 尘归尘 土归土 何不能悄悄暮暮 又何必铭心刻骨 倒不如把这段过程 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和你相遇是种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愿化作一滴蕾烛 落在你心中 变成美丽 我愿化作一滴雨雾 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 思念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停以后 尘归尘归尘 土归土 若不能悄悄暮暮 又何必铭心刻骨 倒不如把这段过程 当作领悟 我愿化作一滴雨雾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晨短促 和你相遇是种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愿化作一滴雨雾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愿化作一滴泪中 落在你心中 变成美丽领覆 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